我真的建议你 就是说你出现这张图之后 你应该要写出大概五件事情 举例来说 2019年三月非常不好 因为基本上我们的利润 基本上我们的利润 应该大概维持在一万 可是四月份的利润 2019年四月份利润 是不是很低 大概只有两千 这就是值得我们来去研究的 如果说是在南半球 例如说澳洲 好像它的 我不知道几月会很冷 反正就是因为超市 会不会因受到天气的影响 但是我只是要请你们要知道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是需要去了解 2020年的9月10月11月 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产品 什么纸类别的产品 得到的利润是高的 您说是不是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要比2020年跟2018年 哇 其实我们来去看 2018年 这个震荡太大了 这真的是很不好的一件事 因为其实我们会希望利润 利润的表现应该是一个稳健的 就好像说小朋友的学习的成绩 你希望他一下考试考100分 一下考试考个10分 一下要考到70分 一下要考到20分 那你这样你会觉得说 他到底哪一个分数 才是他一个比较正常的表现 对不对 那像这边利润也是 这种上下高低起伏 如果震荡太大 其实所代表的意识 是有一个特殊意义在这边的 这都值得我们来去进一步的分析思考 好了 这是第二个 当我们今天来去做这个个年利润 然后同期比较分析 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做这样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所以同期比较要搭配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把年找出来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同期比较